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就再往左走 這邊有一個藏匿處 路途中我想要延續一下 上一集最後結尾的話題 上一集的最後有提到卡的概念 當時留言有提到 或許可以解釋為能量 我覺得還蠻有道理的 但同時也想到遊戲中 其實也常常有自己的盡量條 例如起源可不可以開大招 或者是最近的避險22 上面有一堆圈圈 我倒還搞不太清楚哪一個 功能是哪一個 所以或許不用特別去解釋 直接看看用在哪就好 隨著靈魂這條線索 我繼續找下去 發現一位在密西根州大學教書的 Ethan Waitro教授的部落格 其中一個文章中提到 在古埃及靈魂分為一個實體跟八個部分 來組成一個完整的載具 例如人類 但我想應該也可以用在人類以外的地方 所以才會有上集中提到各種卡 那這些部分又分別是什麼呢? 好 我們差不多到了 還真快 聽起來像是小孩的聲音 哈囉 陳其拉 又是他 這讓人有一點好奇 當時他們是怎麼樣教小孩的 或許之後再來找找資料 我們再接續剛剛的話題 古埃及靈魂中實體的部分 KHA 因為我不知道要正確的發音 所以還是拼字母好了 KHA代表著 木裡的身體 死後如果沒有做成木乃伊 那就會爛掉 這裡有一份文件先看一下 阿克拉頓 明霍特大帝 哈 比較像明霍特小器 根本沒辦法拿到那些我明知存在此的神像 我打穿了其中一面該死的牆壁 但這裡的聖甲蟲非常兇猛 我稍晚再帶著一個可以殺掉這些蟲的東西來 你這該死的提示差點殺了我 這個應該就是所謂他打穿的牆壁吧 好多聖甲蟲 我還是不要靠過去近看好了 這打穿的牆壁裡面有什麼呢 也有一個藍色的點 特體最高統治者 明霍特之子 他將在死後世界立於我們身側 你會受到造險自身之神 美麗之主阿蒙的喜愛 到底是 在留下什麼神秘的訊息呢 只是這裡看起來不太像正確的路 難道還是要接近這個甲蟲嗎 我敲我敲 好 我們進來了 剛剛說過了實體的部分 接下來再來說 沒有實體的部分 第一 KA就是上一集提到的卡 會徘徊在墳墓 侵襲在死者的身體 甚至是雕像 但他們同時也是獨立於身體的 會自己移動 吃東西 喝東西 雖然他們沒有這個必要 第二 AKHU 他們算是一種生物 住在SAHU裡面 會發光發熱 人死後會帶著人的智慧跟意志 升天去跟神一起住在天堂 第三個是 SAHU 是不會腐壞的身體 假如死後有通過審判的話 就會從原本的肉體產生 會帶著人的心靈 也就是AKHU 一起升到天堂去 第四部分 S E K H E M 是代表人的生命力 沒有實體的化身 死後會和AKHU 一起住在天堂 這裡好像有文件喔 阿加托勒亞 特提之母 明霍特之妻 阿加托勒亞的臉龐 有如躍身並抬舉自己治天際的威普瓦威 阿加托勒亞的雙眼 有如賀利奧波利斯森林之手的偉大存在 因為他的光輝能在時後世界再現 我原本想說這話不太是神話 結果拿這幾個名字去Google 好像都沒有辦法找到一些故事可以看 可惜了 不曉得他買的是什麼梗 畢竟有可能是因為義名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 如果是英文說不定就找得到了 我們再繼續 還有四個 第五 KHAIBIT 它是代表人的影子 能夠去像是下界這種 能夠去像是下界這種 肉體到不了的地方 人死後 他可以拿走部分的葬禮供奉 通常他會跟在BA的附近 拉出來好像不對 推進去呢 右邊出現一條路 哇這邊好多 好多 木乃伊 泰喵威特 你是偉大的貓 諸神的復仇者 日寶石之眼 獨行的存在 迷宰自了竊取古物的鼠輩 裁定我們不該受雞挨餓 愿你通過蘆尾圓的旅程上 充滿可以吃的害蟲 這個名字還真可愛 泰喵威特 周圍這些 該不會是 貓咪的木乃伊吧 聽說埃及人非常愛貓 超多隻耶 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感覺這裡應該是某種 達官貴人的墓穴 所以有盜墓者 有一些相關的文件在 還有貓的木乃伊 這個可以拉出來再爬進去嗎 好像是沒有辦法 我們剛剛說到 第六就是BA啦 BA是一種長了人的頭的鳥 是有肉體有性別的生物 需要吃喝 我平常會到處的飛 跟 KHAIBIT 結伴同行 好啊 我找到你這個 1P的孩子了 我自己也想知道 這應該很老 他也看不懂啊 這邊啊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出口 阿萌克人真好 剛剛那個文件還沒看完就不見了 阿萌接待了明霍特 因其懷有益於諸神的神聖之心 他們將大量的黃金、大量的綠寶石、大量的穀物贈予神殿 他導引我們並給予許多慷慨的精神禮物 使得喜瓦更加繁榮 使泛然之地更加進步 再來收寶,繼續說鳥 BA這種特殊的鳥不會距離身體太遠 因為每晚他都必須要回來跟身體結合 來確保身體的生存 人死後就會在墳墓中為盤旋 給死者帶來新鮮的空氣跟食物 他有時候會被描繪成有勃起陰莖的樣子 古王朝連巴也克都看不懂的東西 失落古墓的奇兵 還好我們要順便把這古墓給拆了 再來就是…呃…第七個 對,第七個 好好,這邊這邊,我想要再看一下寶嗎 再來第七個,AB 他代表著是心,是人的好壞來源 驅動著人的道德良知 也會記錄下人的善惡 死後通過審判的話就會上天堂跟神童主 通不過審判的話就會被拿來餵阿彌特 就這樣看起來心並不是我原本想的心臟這個臟氣本身 而是跟…沒有石鐵的東西 唉唷唉唷 走開,動物應該都怕火吧 動物怕火 怎麼傷力這麼小 換劍換劍換劍 我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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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砍… 喔,這把好像有點強耶 多死一隻 解決 安全啦 你說 想成為守護者 加油啊 別再惹麻煩了 陳其拉 那我們再來說完最後… 這個,順便找一下剛剛在底下找不到的寶藏 我覺得好像入口在…別的位子上 我繞著山,轉一圈看看好了 這個… 這個…第八個部分是R1N 他代表著人的真名 是驅動人的魔法力量 如果這個R1N被抹去的話 人就會…消失 那如果這個R1N讓別人知道了 祝愛給予那個人力量 這我還蠻訝異的 因為如果是日本的話 炎靈…讓人家知道真名 就會變成一個弱點 這裡是入口嗎? 好像不是… 這門的樣子看起來有點像… 我們剛剛在下面上不來那個樓梯 用燒的也不行 那…繼續…說… 我覺得他這個R1N並沒有像… 前面幾個那樣神秘 有一種是繼續活在人的記憶中的感覺 還有跟所有人忘記自己的時候 自己就…不存在了那種感覺 好 我找到另外一個墓室了 被動物佔據 他們之前我也是這裡乾淨 所以這原本是他們的祭祀場所 這些可惡的壞蛋 還有我們喜瓦名不聊生 連祭祀場所都變這樣 我祖父 我祖父的木乃伊 祖父的木乃伊 最平民的木乃伊就是這樣包一包 然後放的 看起來好像不會有像… 那個…比較有錢的那種地位高的 會有一個人心的棺材 血手掌 什麼 兒子 喔 兒子 兒子… 還看來在說點什麼嗎 我來看見你 兒子 只要一個小時 這裡會很平安 兒子 喔 霍姆 什麼事發生了 蘿伊是… 回去跟爸爸報告 八爺科斯回來找兒子說說話 怎麼都在掃墓的感覺 繞一圈了 所以這個墓穴其實沒有 沒有很搭他們的民都 說不定洗瓦的一般人都全部 是藏在這個地方 也不少個格子 可以放他們的 然後 那個八爺科的兒子 有一個特別的區塊 說不定他們家是比較有地位的 因為八爺科畢竟是守護者 我們這集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在下面按讚 留言分享出去 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比較不會錯過新的影片跟直播 還有FB粉絲團跟LINE的官方帳號 也可以去追蹤 那這集就這樣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